他为女儿退隐黑帮多年 现如今男友被杀女儿被绑 万般绝望的他只能踏上寻找女儿之路 但他却不知眼前的这个男人正是绑架女儿的帮凶 而此刻的女儿正与自己一仓之隔 索菲亚接过黑帮小弟的药片放进嘴里 但趁小弟未注意 抠出扔到了一旁伪装昏睡不醒 被糊弄的小弟还一脸得意地打了牌 殊不知此刻的索菲亚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玻璃碎片 小心翼翼地割断绳索成功打开狗 索菲亚已经爬到了宫殿室 狭小地排气口挡住小弟的去路 而另一边 不知女儿近在咫尺的玻璃碎 正在为女儿的失踪而伤心欲绝 她从而立下重视 如果感动女儿分毫必定要取她性命 悲愤地她转身走去卫生间 可她的一走再一次与女儿成功错过 小弟见玻璃碎不在 立即汇报孩子逃出狗龙之事 但卢伯并未慌张病人拉上鸡舱帘子 本以为能逃出去的索菲亚 正在拼命卸掉最后一个排风口 万万没想到当打开的那一刻 竟然看见了卢伯 索菲亚并没有胆怯奋力地向外爬去 卢伯却慌乱不已 隐约看见玻璃碎已经走出卫生间 她怕事情败落 一个手势让小弟顺着出口去抓索菲亚 而此刻玻璃碎的脚步越来越近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玻璃碎还是错过与女儿的相聚 卢伯的慌张让玻璃碎很疑惑 她便谎称飞机遇到气流 突然飞机失控让二人摔倒在地 玻璃碎却不知 这一切都是女儿的杰作 虽然索菲亚受到黑帮妈妈的遗传 但面对五大三粗的男人们 很快便败下阵来 几番折腾后众人都疲惫不堪 索菲亚也被重新关在笼子内 可恶的小弟像喂养小动物般随手扔进面包 但这也阻挡不了索菲亚顽强的意志 她深知只要自己活下去 母亲定会来救自己 很快飞机降落 卢伯善解人意地为妻准备车子 让玛丽亚感激不尽 她却不知这正是卢伯任务之一 玛丽亚前脚刚刚离去 机舱侧门才敢打开 小弟众人把索菲亚抬到车上 连夜送到郊外一处救房子内 接人的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修女 然而她的装扮很快就被索菲亚给试破 被揭穿的修女也不再伪装 恼羞成怒警告索菲亚想活命要听话 紧接着小弟便拍下照片传给老板 随后便把索菲亚扔进一间密室 修女丑陋的嘴脸让索菲亚很是气愤 当众人走后 年幼的她才敢释放心中的委屈 但她却不知 此刻的母亲只身一人闯进黑帮老窝 也见到了那个一手培养自己的黑帮干爹 原来作匿了黑帮大佬的干爹 此刻想要进军白道 需要玛丽亚为自己产平阻碍 并且让她打入敌人内部凭借美貌和身手 成为敌人的女人 这也就是干爹 大费周折绑架索菲亚的真正原因 看见女儿照片的玛丽亚心碰无比 虽然为了女儿安危她此刻妥协 但刚强的她警告干爹 而不知母亲正在为救自己而拼尽性命的索菲亚 还在想尽一切办法逃亡 明天正在訌患者 明天真正在心理 这内容 明天真正在心理 sock人 那里 近日 自寅